大家好,俗话说,冬吃萝卜下吃姜,不用医生开药方,夏天吃姜对身体非常的好,但是生姜该怎么挑选呢?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挑选生姜的小技巧。 第一个就是要看生姜的大小,我们在选生姜的时候,一定不能选到过大或者过小的生姜,而且看它的连接处,如果太细的话也不能挑选太细。 拿回家也是不能使用的,消掉表皮就没有什么了。 第二个就是要看它的表皮,表皮是否粗糙,看起来是这种语论语论的,而且好的生姜表面的皮可以轻易的搓下来,像这种生姜就是比较新鲜的,我们在购买生姜的时候,也可以用手稍微的搓一搓。 如果生姜的表皮可以很轻易的搓下来一层,就说明这个生姜非常的新鲜,可以放心大胆的购买。 第三个就是看它的颜色,好的生姜颜色比较暗黄,我们在买的时候,千万不能买表皮颜色亮丽的生姜。 表皮亮丽的生姜,谁有八九都是用硫磺熏过的。 第四个,我们在买生姜的时候,尽量不要买发芽的生姜。 虽说生姜发芽以后是可以吃的,但是在生姜的过程中,消耗了生姜里面的养分,养分流失了很多,也就起了任何的作用了。 而且味道也太好吃。 我手中的这块生姜就是用硫磺熏过的生姜,它看起来颜色浅黄,而且表面非常的光滑,虽然说已经发芽了,但是看起来还是非常嫩的。 硫磺熏过的生姜不太容易保存,放置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霉,能够存放的时间非常的短,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认认辨认。 而且硫磺浆闻起来非常刺鼻,比起正常的生姜表面看起来特别的黄,而且表面非常的光滑,没有任何的纹路。 像我们遇到这样的生姜,千万不要购买,买回来也是浪费钱。 像这种硫磺浆,不仅味道特别差,而且吃多的还对身体不好,所以我们在购买生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。 最后来说一说生姜的保存,像我们买回来的生姜,有条件的最好买到西沙族里面,放了时间久,最不容易发坏,或者可以用纸袋或者塑料袋把生姜包起来,然后放到10度左右的环境中保存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如果你喜欢的话,记得分享给更多的朋友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